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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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神志还不带清醒 抓谁啊 抓那女的 刚才那个 她 她是咱们这儿的医生 她还活着 你站住 你应该好好在病房待着 你跟出来干吗 刘梅 你还活着 什么刘梅啊 我当然好好地活着呢 人民解放军同志 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啊 你敢说你不是刘梅 我为什么不敢说啊 我不是 当然不是 那你是谁 我是你的医生 我姓米叫米雪芳 雪花的雪芬芳的芳 你听得懂吗 你就是刘梅 我真建议医院领导 把你送到神经科去 刘梅 你干什么 你以为你是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可以光天化日之下 调戏一个女医生吗 喂 陈亮啊 你醒了 太好了太好了 不好意思 我一大早就把石芸抓来工作了 她就在我身边 陈亮 喂 你醒了啊 石芸 你马上来医院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啊 你别吓唬我 你身体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电话里说不清 你马上来 搞得还挺神秘的 局长 我得去趟医院 好啊去吧 告诉陈亮 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千万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 好的 不可能吧 肯定是长得像刘梅的人 我也希望是这样 但是长得也太像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那 我现在去看看 你喜欢就认你做干妈了 你喜欢就认你做干妈了 好啊 好不好 希望干妈 希望干妈 好啊 同志 你叫我 有什么事吗 一模一样 什么一模一样 你和我的一个战友 长得一模一样 连说话声音都很像 你这个战友叫刘梅是吗 你认识他 我有一个病人 一睁开眼睛就叫我刘梅 你能告诉我 这个刘梅是谁 你又是谁吗 我是你那个病人现在的妻子 我丈夫以前的妻子叫刘梅 这么复杂 刘梅是你丈夫以前的妻子 我跟这个刘梅长得很像 一模一样 这么巧 我到医院办公室了解过情况了 她叫米雪芳 半年前从海外回来参加组组建设 米雪芳 那她昨天晚上为什么出现在那个镇子的楼顶上 这个我没问 你自己问吧 说实话 当年要不是我亲眼看着刘梅下葬 我真的不相信她叫什么米雪芳 我和刘梅生活了很多年 两个人可以长得很像 可不可能长得这么像 就连说话的声音 还有还有刚才她发脾气说的样子 都一模一样 我拿到她的档案了 回到局里我好好查一查 你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 你为什么这么慌张 你没干什么 你吓着我了 你还把我的午饭给弄翻了 你有那么名贵的气泡 还在乎这一顿午饭 什么气泡 昨天晚上你在哪儿 你是我的病人 你有什么资格问我 我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有资格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吗 让我到你宿舍里去看看好吗 我想那么名贵的气泡 不穿的时候 我应该好好挂着才对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这个人 你告诉我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镇子上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干嘛去 你把我的午饭弄翻了 我现在得去吃饭 再晚就打不上了 那你不用带饭盆吗 那你不用带饭盆吗 等星期一你一来 我就把你给做好了 放心 我先生说了 你给我做的衣服最合适 客气了 那我把布料就放这儿了 我下星期一中午来拿 行行行 好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慢走慢走 再见 你好 你好 你要做衣服啊 对 做衣服 你自己带料的呢 还是我帮你选的 您看着帮我选吧 你要做什么衣服啊 皮袄 皮袄 咱们这个地方穿不着啊 没准今年冬天这边会下雪 有备无患吧 是 是 是 好 同志 喜欢打牌吧 对 喜欢打扑克牌 最得意哪一张牌 黑桃Q 没想到 你来得这么快 而且还这么年轻 秘密图纸怎么样了 这是黄先生统一安排的 目前我还没接到指示 我要见黄先生 好 我这就给你打电话去 手艺真不错 可惜了 局长 好好好 那我带米医生先回医院了 好 谢谢院长 再见 丁局长 再见米医生 再见 去 到我办公室了 局长 她来干什么 她是谁啊 说实话我也虎度了 您不觉得她像 像刘梅 对 的确很像 刚进门的时候 也把我吓了一跳 对啊 局长 你也认识刘梅 不像你和陈亮那么熟悉 但也不只是见过一面两面 确实是太像了 她叫米雪芳 和她一同来的是他们医院的院长 人家是来告你们两口子壮的 告壮 告什么壮 人家可是冒着重重阻力 从海外回国参加国家建设的爱国华侨 你们俩是不是对人家态度不够好啊 谁让她长得那么像呢 像不代表就是啊 对 我刚才查了一下她的档案 没什么问题 你把这个交给陈亮 这是米雪芳写的检查 检查 带着院长来兴师问罪 还写什么检查呀 人家承认昨天在小镇的楼上 把咱们战斗英雄吓得掉下来的也是她 喂 是我 什么 好 我马上就到 石云 到 跟我出过现场 是 她是在楼上被人用检子刺中的 想爬到楼下来喊人 十七号 十七号 就是您说的 一直为我们提供情报的十七号 她就是十七号 虽然她有着不光彩的过去 但现在应该说她是我们的同志 好 局长 是您把剪子干的 看来十七号是正在打电话的时候遇害的 赶紧查一查看看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是 来生意了 来她姐 算命 算命 您是老熟人吧 嘿 我这眼拙一时还认不出来了 哎 那你看 我给你一个人想的 店主要的 我对你来讲 你也要不决定 我被你去那边 给你一个人想的 我对你来说 我对你来说 我对你去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要说话 你是米医生 对吗 你的午饭钱我还没赔给你 我把旗袍卖了 有的是钱 这么说你承认昨天晚上那个人是你了 怎么 你没收到检查吗 什么检查 一切正常 注意休息啊 到底什么检查 你会收到的 你是公安局的石云同志吧 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 我叫米雪芳 你好 你的情况丁局长跟我说了 对不起啊 以后我不会打扰你了 没事儿 再见 再见 几天 祭奠祖先 她说她之所以选择晚上 是因为白天要上班 星期天要加班 她不想影响工作 可我还是觉得她就是有美 我仔细观察过她的手 两分钟之前我刚跟她握过手 太奇怪了 不仅长得像声音像 手都那么像 你干嘛去啊 回到昨天晚上那个真的再去看看 你身体行吗 医生不是让你多休息吗 不然我查清楚 我才说她是这样的 那 那我不能帮你去了 我还有好多工作呢 谁说上你陪我去 你又撞着和夏小六 在车里边睡一天了吧他们 十七号死了 什么 最近特务活动猖獗 你多加小心 我会不会因为我从楼顶上掉下过一次 就成为受你保护的人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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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别太难过了 十七号的牺牲 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世云 我有一种预感 广州要下大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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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您吃饭了吗 解放军啊 你们还敢来啊 昨天夜里就有一个解放军 让金花婆婆一脚从楼上踢下来 帅死了 胡说 你们俩这么一个毛病啊 您这一张鱼网卖多少钱呢 哦 怎么 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喝了个解放军不是一块的 她是真楼 走 陈参谋 我应该这么叫你吧 对不起 我昨天晚上吓到你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已经写了检查了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 因为我真的不是刘梅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像刘梅了 所以才发生了今天这些事 对不起你 你这么想我很高兴 谢谢你 今天上午为什么不承认 昨天那个人就是你的 因为昨天你从楼上摔下去 我很害怕 我怕你死了 像我们这种从海外回来的人 组织那么信任你 给你安排这么重要的工作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你 我怕因为这件事情 你明白吧 明白 谢谢 我刚才又去了一趟咱们俩 昨天见面那个地方 是吗 你去那儿 是烧香祭祖的 对吗 对 你烧的是 是是这个香吗 这是我刚才在昨天咱们见面的地方找到的 对 怎么了 你能告诉我这个香在哪儿买的吗 你什么意思 我也想买一些 想给我的前妻 就是我一直说的 刘梅 去给她上记住香 怎么不能告诉我咱能买的吗 这个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而且就剩下这三支了 要不然可以给你 从香棍看 这就是很普通的香 任何香烛店都可以买得到 可她就说是从海外带回来的 她是不是被你吓得不敢说实话啊 关键是我在现场 根本没有发现烧香祭祖的痕迹 这还是我在医院门口的香住店 买的三个香 临时做的 看来 我应该请示你们首长 把你调到我们公安局来工作 我猜哪儿还不都一样 军警一家伙的公司政权 我们不是一直在联合行动吗 好啊 说说你的意见吧 这个 我 我可以暂时管她叫 敏雪峰 敏医生 她实在是太可疑了 还有那个镇子 那个镇子闹鬼就很不简单 而敏雪峰在深夜出现在 那个闹鬼的镇子上 就更不简单 那是什么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骗不了我 吓孩子了吧 那个狗特务 没想到明明连长在她身后 她一转身 明明连长把她吓了一跳 结束明明连长就举起脚来 被动 然后呢 就被打死了 太好了我打死狗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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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我打死狗特务 太好了我打死狗特务 然后再打死狗特务 太好了我打死狗特务 你刚说完保证完成任务 她是个女同志 又是海外回来的爱国华侨 那怎么了 不去啊 不是 陈探某 你这让我犯错误 我去 陈探某 你睡一会儿吧 别 粘水 我干活 那可行 陈探某 我又 你睡着 我命令你五分钟之内睡着 这 睡 我不能睡 手上在床啊 立正 是 吼 妈妈 在幼儿园里要听阿姨的话 下午放学的时候 妈妈不能来接你了 自己坐公公汽车回家 可以吗 可以 如果公公汽车上 有老爷爷老奶奶 我会给他们让座的 真乖 来 妈妈 我这么听话 您当然送我那个礼物 什么时候送啊 这个鬼小子 跟妈妈讲几条件来了 我就是提醒妈妈 怕妈妈忘了 再见 妈妈 再见 报 报 对 陈三毛 这是医院 犯在上那么大事呢 陈三毛 你的光好戏 我送部队给你带过来的 呦 呵 谁的信啊 这么高兴 这可是我一老婆啊 这可是我一老婆啊 你是向我来告别的 对 你看咱们俩之间 发生了那么多的误会 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其实你应该多住几天 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院长批准我出院 没办法 有任务 理解 那你还是要多注意 如果出院之后 发现头痛恶心这些症状 你还是要马上回来 我给你做进一步检查 谢谢 敏医生在广州 还有什么亲人吗 没有 那以前的同学朋友也没有 没有 怎么了 我走了 再见 你说一个人在广州没有同学 也没有亲戚朋友 可他却一宿 也没有回自己的宿舍去住 这说明什么 特务吧 你说他是谁呀 抓起来问 去去去 就是他抓人的 没有证据能随便抓人啊 陈参谋 那您是直接回家 还是直接回部队 去国安局吧 报告 进来 石云同志 我来介绍一下 北京来的专家李化同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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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院的王院长和夏主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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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云可是我们国安局最优秀的侦察员 李化同志 把火车站的情况再说一下 好的好的 石云啊 我太大意了 为了赶时间 我就把图纸随身携带 放在我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 没想到啊 我这真是犯罪啊 图纸 对 一张非常重要的保密图纸 今天上午在火车站丢失了 李化同志 麻烦你把过程说得仔细一点 是这样 我那个火车啊 是今天早上九点十分近站的 哪位是王院长 你是李化同志吧 是我是我 对啊 李化同志 这么年轻啊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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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夏主任 好 欢迎 欢迎 那夏主任 你好 你好 王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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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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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院长 夏主任 这就是李化同志 我的老战友 是是是 王院长说你今天到 我说我一定要来接你 咱们好多年没见面了 是啊是啊 你儿子 最小的一个 是 问李叔叔好 李叔叔好 这孩子 长得真好看 来来来来 让叔叔抱抱 喂 瞧这孩子 叔叔 等着妈妈啊 车站的人很多 大概就在离我有 五米 五米远左右的地方吧 有一个老大娘 她不小心碰到了 正在泄车的 拖车上的货物 我把那些货物 砸到这个老大娘 我就赶紧把陆大姐家的小池 放在底下 过去扶她 货物洒落了一地 我们几个就上前帮忙收拾 陆大姐也上前帮忙 等收拾完东西了 发现 李化同志公文包不见了 图纸就在公文包里 我太大意了我 李化同志 李化同志 王院长 你们都不用太着急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公安局 我们会尽快破案 那图纸 图纸很重要 这个我们知道 您的身份和工作性质 我们也非常清楚 请你们不用担心 相信我们公安局 先回去休息吧 进来 进来 局长 陈参暴来了 丁局长 陈参暴 来得正好 发生了重要情况 来 分析一下 又怎么了 图纸 一张非常重要的图纸 今天上午九点十分 在火车站失窃了 两天前 我们截获了敌人的电报 电报的内容破译以后 就这四个字 秘密图纸 没关系 王先生让我问候你 什么废话 我要见她 王先生说 现在他还不着急 我急 万人事人让我问你 裁法死的 是不是你看的 告诉他 裁缝不死 他会有危险 整个组织都会有危险 我会转告他 我今天就要见他 告诉他这是命令 如果他不见我 他会有很多麻烦 我现在知道你会这么说 他让我转告你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再说一遍 他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他胆子也太大了 他也没办法呀 大陆陈玄这么多年了 我们也不容易啊 我这边也有个情况 那个二十三号又开始活动了 那个艺术家 什么艺术家 他寄给我的挂号信 约我晚上去看他演出 这个二十三号 沉睡了这么多年 现在又开始行动了 而且刚好今天上午 在火车站失去了图纸 那这两件事 应该放在一起考虑 我同意 孙燕 晚上的演出 你带毛毛去吧 我和你一块去 你不好展开工作啊 你和媳妇都开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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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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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